一个性侵犯,毁了一个家庭,却只关了12年就出狱 没错,今天给大家讲,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溯源》 这天天气不太好,溯源撑着小伞独自上学 他像往常一样避开巷道行走 而这时,一名大叔走出来,拦住他的序路 他一生酒味,拿着风筝在淋雨 想要让溯源给他撑伞 学校大门近在眼前,周围的路口一个同学都没有 溯源害怕极了,但面前这个大叔让他没得选 就这样他被大叔拽到不远处的废弃房 那里没有监控,非常适合犯罪 溯源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上,无法想象大叔对他做了什么 他用紧存的力气报了紧,不久后就被带到医院抢救 父母连忙赶到现场,不敢相信女儿遭到毒手 溯源妈发疯自责,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下雨天就该送女儿上学 溯源爸也强忍着悲痛,懊悔自己忙于工作,疏忽了女儿 这是医生过来告知家属 溯源情况非常危急,下体基本废了 小肠需要切除,子咳科一到80%破损 得做人工咳门才能活灭 这意味着他会不孕不遇 还无法正常打小便 面对这般沉重打击 溯源爸只希望女儿能挺过去 经过漫长的抢救 溯源算是保住性命 父亲进入病房安抚女儿情绪 溯源希望凶手能被绳之以法 不然他藏在床上也就寝难安 父亲向女儿做保证 一定抓住凶手 然后他就来到警察局报案 得知警察已经掌握现场的指纹 血迹和衣物 可却迟迟不出警抓捕犯人 他们认为没有被害人 确切的指认凶手是谁 就不会轻举妄动 简直离谱 要抓住凶手 就得让女儿回忆起被害过程 女儿才八岁 肯定会有心理阴影的 溯源妈强烈反对 但这事情不能耽搁 溯源爸就找来心理医生 对溯源进行一系列审问 在录像下指认凶手的样貌 痛苦的回忆充斥着脑炉 无疑是对溯源进行二次伤害 不久后 警察成功将犯人赵某逮捕 溯源爸文兄赶到警察局 却被记者争相采访 好像他才是罪犯一样 电视机大肆报道 被害人的所有信息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溯源被性侵了 对于爱面子的溯源一家来说 这就是家丑外扬 他们想逃 却好像逃不掉 在混乱中 父亲意外伤害了 溯源幼小的心灵 本想帮女儿更换粪便袋 但父亲脱裤子的举动 又让女儿回忆起了痛苦的经历 另一边妻子也因为情绪不稳定 彻底昏迷过去 溯源一家的生活 从此变得暗无天日 一个68岁的罪犯 一时能做出一千个俯卧征 请问他出狱后还会犯罪吗 答案是肯定的 这个人就是溯源案 性侵的赵某 他于12月12日刑板释放 一个恶魔回到了人间 让我们回到12年前 刚从鬼门关 走完一趟的女孩溯源 再也无法正常排便 他因此不再说话 不信任男性 甚至连父亲也一样冷漠对待 虽然凶手已落入罚网 但当务之急 是稳定溯源的情绪 这样才能让他佐证 开庭制裁罪人 可光是手术费用 就让溯源一家承受不起 就更别提想要在医院 住院治疗 和出院打官司了 得知消息之后 秃头果断汇入巨款给溯源罢 危难之中必将出手相救 这一举动让人泪目 第二天 心理医生叫人半溯源喜欢的公仔 让孩子开心玩闹 分算注意力才能走出心理阴影 当然 这些不是白嫖的 费用价格也不是小数目 对方看溯源爸也有难处 就送给他破旧的公仔服 夜晚溯源爸就穿上他找女儿聊天 效果很显著 还久违地和他来了个爱的拥抱 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 溯源爸每天穿公仔服探望女儿 配合心理医生对他进行开导 邻居街坊们纷纷捐款支援溯源一家 就连溯源的同学们也用流言画画的方式去声援他们 很快溯源就痊愈出院 脸上伤疤虽然已经不太明显 但内心的伤口却还没愈合 依旧不敢直视男性 路过小巷口会感到浑身不自在 好不容易回到家 溯源望着同学们写满的流言和家中熟悉的气息 瞬间让他感到无比怀念和安心 溯源开始外出上学 虽然身上的排粪带让他感到羞涩 但同学们丝毫没有排挤他 并且身边无时无刻都有公仔在暗中保护他 其实溯源早就知道他就是父亲 只是没做好准备去揭穿他 不过这次他再也忍不住了 父亲有些不知所措 但下一秒溯源就牵着爸爸的手一起回家 他揭开公仔头套 细心的为父亲擦汗 他知道眼前这个男人究竟有多伟大 不久后溯源爸去探监赵某 没想到对方开口嘲讽 奉劝溯源爸撤回上诉 否则等他出狱就会找他们一家麻烦 他胸有成竹 好像根本不畏惧法律的约束 溯源爸第一次见这么嚣张的罪犯 气得他立马告上法庭 正义真的会站在溯源一家吗 2008年一个性侵犯在法庭上说 自己只是喝酒误事 不记得有性侵女童 最后他只被判12年有期徒刑 甚至无需给被害者家属一点赔偿 在被害人溯源的重重指控下 与铁镇如山的指纹和衣物 凶手赵某只用一句我不记得了 就让法官偏向他的证词 这种袒护凶手的行为 让在场旁听感到不理解 倘若喝醉后实施性侵 也能算作过失伤人 那酒下又为何有错 秃头气愤到跳起来质疑法官 就连场外照顾孩子的溯源爸 也忍不住冲进来破口大骂 可法官只是冷漠地抛下一句话 在韩国正义会迟到 同样也会学习 溯源爸再也忍耐不住心中的怒火 凭什么犯人能受到庇护 而受害者承受所有伤痛 他随手捡起一块名牌 朝着赵某走去 即将用自己的方式做个了断 而这时溯源居然冲过来拦下父亲 因为他知道 此时最不能失去的 就是家庭的顶梁柱 母亲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 不能因此再没了父亲 宣告申诉失败的溯源一家 只能隐忍着退堂 回归平静的生活 不久后溯源妈产下一名男婴 是新希望的诞生 大家为他取名为溯望 溯源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 一转眼12年过去 2020年12月12日 凶手赵某刑满释放 根据心理医生调查 凶手有极大可能再次犯案 这等同于放火归山 无疑是韩国最为黑暗的时刻 人们愤怒的并不只是凶手的残暴 还有法律的漏洞和民主的形同虚设 溯源案发生后 国家进行了一系列亡羊补牢措施 刑法不但增加量刑 政府人员出面道歉 小须多次安装监控 这些真的能平息民众的愤怒吗 显然并不能 溯源案不只是单纯的事件 它更像是韩国人的发泄口 人民积怨已久的宣信 你要知道 类似溯源的案例 早在以前就层出不朽 但我们不能因此以暴制暴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韩国电影 溯源 影片中更多是在展示女孩溯源 在遇到成长的坎坷 周围的人是如何救赎她的 而并非抨击这场惨无人道的案件 没有过多细化凶手方案过程 为什么要这么拍 或许是导演在法律战场的硝烟中 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母亲对溯源无微不至的关照 父亲依靠皮衣给溯源安全感 邻居街坊们纷纷去捐款支援 溯源的同学为她写留言鼓励 正是因为在水中火热当中 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民族的团结友好 溯源案的确让人气愤 但请不要因此对正义丧失信心 正义从来不是为了迟到诞生的 而是为了出席所存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